美国大选还有两周就要投票了 民调显示特朗普是越战越勇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特朗普会卷土重来了 甚至硅谷的大佬们连苹果的CEO库克都主动打电话给特朗普 要求其帮助解决欧洲对苹果产品的歧视 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拜登 因为他知道特朗普回归的可能性极大 尤其是多方都认为为什么哈里斯昙花一现之后越来越差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无法和拜登顺利的切割 换句话讲 拜登正成为哈里斯难以摆脱的一个梦魇 作为在任的副总统 哈里斯出来选 本来他是应当有一定优势的 但问题是拜登过去这接近四年荒腔走板 使得美国面与内忧外患 对外战争不断的爆发 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 朝韩危局 南海 负女宾还要挑衅 这导致美国人认为拜登就是一个穷兵独武的总统 而另一方面 美国国内经济一团糟 拜登先是大撒币 大用钞 接下来把美国通货膨胀搞起来了 物价不断的飙升 然后就两年十几轮的加息 使得美国的基准日率飙升到5.5%以上 美联储实在受不了了 9月底才连夜降息50个基点 在拜登一系列的骚操作之下 导致美国经济大不如前 最近的民调显示 超过五成的老百姓认为啊 过去四年 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了 而更有几千万美国老百姓怀念 特朗普那四年的时光 经济增长 就业稳定 更关键的是 特朗普是和平总统 从来不对外打仗啊 而更为关键的是 哈里斯作为副总统 他要如何评价 拜登的成绩呢 一方面 拜登的荒腔走板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呢 哈里斯几次三番的说 他要翻过这一页 他要给美国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但问题在于 每次他这么说的时候 都会有人问 你别忘了 过去四年你是副总统 你是拜登的副手 拜登执政的所有成绩你有份 所有失误你更有份 换句话讲 如果你想变革 你为什么不 马上就变革 偏要来选总统 当选之后才变革 你这不就是骗人吗 所以拜登执政的弱点 统统变成了哈里斯的负担 他毕竟是拜登的副手 所以拜登的每一次决策事务 都和他有关 更为关键的是 美国老百姓特别诟病的就是 拜登时代放入了上千万的难民 美国南部边境有了危机 而拜登刚当选之后不久 就把处理南部危机的所有权力 通通交给了哈里斯 拜登甚至说哈里斯是南部边境女皇 结果处理南部边境这个事 完全凸显了哈里斯有多么的无能 而最近这一两个月以来 哈里斯每次接受采访 经常与无伦次答非所问 这一切和特朗普的游刃有余 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更为关键的是 哈里斯是比特朗普小十几岁的 可是特朗普现在表现出来的神采飞扬 完全不像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头啊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特朗普会取胜 这简直是板上钉钉的了 特朗普会取胜钉的头